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管轩已经出来了,如果是三生原班人员,你最期待的演员表示什么? 自从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的管轩出来,抱住机动员的心情又开了一遍小说。 听说监制是家型传媒,有望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园班人马》出演该剧,于是忍不住聊一下演员阵容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呢? 我们先看看哪些角色是不需要变动,本身就特别合适的。 1.男女主,东华帝君,白凤九。 曾经的天帝共主现在太臣公尊神,四海八荒唯一一头九类红湖,现任青秋冬荒女君。 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网友内心的认可吧,很符合原著中对帝君奉九的幻想。 终于被广大网友谦呼万唤却定下来了。 2.客串演出,白浅,夜华,昔日青秋女君,天族太子。 奉九的孤谷,孤父,天族未来的天君天后。 这想必也是大多数网友心目中白浅夜华的人选吧,虽然只是客串一下下,还是很期待啊。 3.客串演出,哲言,白真,上古天神,白纸帝君未自白浅四哥。 凯天屁的第一只老凤凯,和摩之十祖,少婉身份冲突,又带商榷吧,钟爱白真上神。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,奉九的小叔,小叔父,颜值杠杠低,仍然由这两位演讲必也不会有多少反对之声吧。 4.莫冤上神,上古天神,父神笛子,父神笛子,上古四战之神,昆仑须上神。 5.毕竟是野华的包凶,自然还是一个人眼才合适呀。 5.连宋神军,东华望年好友,天族三殿下。 5.梅是好八卦东华的红尘之事,个人觉得她的脸颂演得很好,放荡不羁,幽默风趣。 6.米谷,青秋湖里洞管家。 8.青秋的管家,钟仆呀。 这个米谷也很合适呀。 7.私命神军,白凤九好友。 他演的私命你喜欢吗? 天界一步一动的八卦全书。 8.成玉元军,连宋红颜之己。 奸来无事就爱对三殿下,跟私命一样气号八卦。 7.这么俏皮的他,你喜欢吗? 可惜他女装装扮的图片都不太清晰,只能这样了。 9.阿黎,天族小天孙。 9.叶华白浅的心头肉,凤九唯一的小表弟。 9.可爱的糯米团子,软萌软萌的,你们喜欢吗? 9.另外还有配角中的扛霸子角色,图片找不到可惜了,直接报名好了。 9.白纸帝君夫妇,现任天君,白衣裳神都可以原色出演无需更换角色了。 9.接下来这些角色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没有的角色,所以需要更换演员角色了。 9.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设定啊。 1.燕齿物,青芝魔君。 1.魔族七君之一,后来凤九的好友,面容青秋粗口成脏,白面满肤,颇有喜感的重要配角。 1.个人挺喜欢张云龙的,感觉他的气质蛮适合的。 2.在十里桃花里面实在找不住合适的,刚好他也是嘉行旗下的艺人,感觉挺合适,拿来用用。 2.白,凤九帝君之子。 东华凤九之子,阿黎的侄子。 2.这个小朋友你们熟悉吗?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小叶华的扮演者,很灵动的少年,由他扮演懂事有担当的白,你们喜欢吗? 3.重林仙观,泰晨公长士。 3.东华帝君的泰晨公的仙观长,负责泰晨公几乎所有杂物,帝君的结语花,文重踏实。 4.想来想去,还是觉得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的九师兄气质挺符合的。 4.苏末叶,西海二皇子。 凤九小叔的好友,阿兰若的师傅。 5.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,西海二皇子名幻别风,感觉他演得也是不错的,枕上书里的西海二皇子维苏末叶,可以继续由大师兄扮演了。 5.谢孤仇,幽宁斯民主。 掌管轮回台,凤九好友之一。 5.想了一下,觉得由张冰冰扮演气质比较合适,毕竟在三生三世十五桃花里面他扮演的义军离境还是不错的。 6.知鹤公主,东华帝君一妹。 7.其父母曾经对东华有过师范之恩,连终将他托付给东华照顾,牵慕东华已久,后因犯错被贬下戒。 7.感觉由三生三世十五桃花里面的柳青公主扮演挺合适,毕竟也就是个小配角了。 7.鸡横公主,魔戒长公主。 7.赤之魔戒长公主的魅美,东华作下。 7.猛将孟浩之女,后来思慕东华帝君,被掩饰物所钟爱。 7.这个角色斟酌了一下感觉由小八舌扫心扮演比较合适。 7.这个角色斟酌,可以挑战一下这种黑化的感觉。 8.续阳,赤之魔君。 8.鸡横的哥哥,也就是个大酱油的角色。 9.感觉三生三世十五桃花里面扮演桑极就可以胜任了。 9.江里蒙,比一鸟足二皇子。蒙少,年少偶遇奉旧,后一直清新奉旧。 9.这个角色吗?我觉得圆真的扮相不错,呆蒙可爱啊,咋啊?一看有点小象无垒,你们觉得呢? 10.聂初吟,玄之魔君。喜欢收集各种毛茸茸的肚皮。 10.这个角色吧,也就是个酱油角色,就让给三生三世十五桃花里面一族大黄子离远吧。气质有点相似哦。 11.叶青蹄,凝猴腹笛长子。 11.奉九凡事的丈夫,喜欢奉九,后未就奉九而死,再后来被奉九用品拨过就活成仙。 11.也是个打酱油的角色,想不出油水也合适。 11.于是从立即传理翻出来一个颜值可以的,饰演荆轲的这位。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? 11.奉九被困阿兰若之梦,里面也有很多的角色,思考在三位大家罗列一下梦境中的各位主角们。 11.陈夜,香李阿兰若,神官长,二公主。 11.分别为东华,凤九扮影脱胎而生,一位当时其男神公现任神官长,一位比翼鸟足二公主。 12.三生三世,十里桃花离比较惋惜紫兰和胭脂的感情,这里让他们再续前缘吧。 12.香李菊诺,比翼鸟足大公主。 12.为清化夫人和前夫相礼因之女后继承王位,成为现任比翼鸟足一代女军,蒙少他娘。 12.嗯,这个我觉得还是由肃进扮演比较合适呀。 13.清化夫人 13.原为前朝王后,后被破嫁于香李却为宠妃,一心想替先夫拿回权位。 13.有点腹黑的意味,这个清成清国的红颜美人,嗯,还是让乐虚娘娘扮演吧。 13.气质好好的说。 14.香李雀,现任比翼鸟足军。 14.世兄篡位,思慕清化夫人,后难为宠妃。 14.这个角色吗?当然让老义军情仓来演啦。 14.赴黑,霸道。 15.香李长蒂,比翼鸟足三公主。 15.香李雀,阿兰若同父同母妹妹,为香李雀所喜爱。 15.刁钻抚黑,比较招黑的角色。 15.刀钻抚黑,比较招黑的角色。 15.刀钻抚黑,比较招黑的角色。 哑哑哑哑,又觉得异族公主胭脂也可以挑战一下这个角色的。 6. 杰绿郡主,蒙少表妹,比异鸟族郡主,蒙少的表妹,倾慕东华帝君。 这么激烈可爱的角色很适合我们的奶奶来扮演哟。 你们觉得呢?颜值也挺高的。 关于打酱油的其他角色,比如敏苏,江里赫,西泽神君,苍仪神君,福密老母,夫子等等有代角色推荐哦,哦,哦。 这是我心目中的原班人马重新配角的,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? 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哦,你心目中的三收三是枕上书演员表是什么样的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